今天的ET各顧推介是郭泰航空293 揀選原因是政府縮短酒店檢疫隔離政策 有助旅遊市道復甦 郭泰星期三將會公布業績 憧憬業務復甦和受惠縮短隔離政策 可以加以關注 本港政府6月初起調整航班熔斷機制 郭泰因應顧客的出遊意欲改善 恢復更多航班至更多目的地 並且增加運力 6月份客流加快提升 期內在客大約15萬人次 按年急升2.7倍 但較疫情前 2019年6月水平下跌95.2% 運力按年增長36.2% 但較2019年6月水平下跌89.3% 政府星期五起縮短酒店檢疫隔離政策 預料將會有助本地旅遊市道進一步復甦 由於經營趨勢改善和成本控制 市場預期國泰界盈利能力會持續改善 彭博綜合預測國泰今年虧損將會收窄到47億 2023年有望扭虧為盈賺24億 2024年的盈利將會加快增加至46億 按年增長92% 國泰昨日收報8.59% 歷史上升1.4% 形態上繼續沿著上升軌向上 策略上建議空五十天線 即是大約八個二收集 目標先看九個半 稅訊和匯控給予國泰的目標價 分別是十個半和十一元 中線可以作為參考 而跌穿六月低位即是大約七個半便適宜指洩 中線通知六月最多的 核心事最多的 圓形圈 二十三百元 通知六月次的單位 大家可以做 applies 往十二百元 五十年的終戰 中線通知六月